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了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后面是有贷款 本市精心策划的骗局 却为何做成了赔本买卖 在账上反映的是广告费 转费 买一分的钱 诈骗团伙获利数十万 老板却称入不敷出 谁是骗局最大的获利者 这个以大笔之处 是占他之处至少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拆穿茶叶姑娘骗局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有一段时间是 先发了一半的工资给他们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想 想所有的都不想再做了 怎么说呢 开始有点支撑不下去了 湖北省 直江市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头目 谭飞 他所带领的诈骗团伙被警方抓获后 他说自己搞的这个团伙 不但没有骗到钱 甚至还赔了钱 他现在要靠贷款给他的员工发工资 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后面是有贷款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诈骗团伙呢 在当地 他们的诈骗方式被警方称之为 茶叶女士 茶叶姑娘 叫妹妹泡茶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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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竟然炒不醉了吗 对对对 打扫卫生喽 你要打多的都可以 嗯 真老了 这些女孩在他们的微信空间里 展现自己的生活 都是爷爷奶奶经营的茶厂 自产自销 种茶 采茶 炒茶 采竹笋 就是他们的生活和日常 微信朋友圈的视频和照片 体现了中国古典农耕生活的田园气息 而本人又是或古典或现代感十足的 年轻女孩 浏览到此的人会觉得 他们买的不是茶叶 而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把握 无疑 很多人都愿意在微信中 结交这样美好 而又热爱生活的姑娘 但是谁也会想到 使用这些微信号跟你聊天的人 会是他们呢 而他们和你交友的唯一目的 就是偏钱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来关注今天的案件 侦办警察告诉我们 这些嫌疑人假扮茶叶姑娘 在取得微信好友的信任之后 通过推销茶叶来获利 也用家人生病或自己生日等老套路来骗钱 开头看到的犯罪嫌疑人谭飞 就是他们的头目 可谭飞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到钱 甚至是亏钱 这是真的吗 警方还有一个更关心的问题 这些微信朋友圈视频里的茶叶姑娘们 又是什么人呢 我们分了三包人 一方面警力 我们是直接进入 因为它大门是开着的 第二批警力 我们在门口和后面 进行一个堵截一个蹲守 第三批警力 也就是它来往的一些入口 分布警力 三批警力部署好 之后我们就同时 实时抓捕 我的环境比较杂乱 里面有截乱器 就是正在用电脑 在电脑上操作 然后跟别人在打电话 现场查获了五到六个嫌疑人 发现了这个作案工具 电脑手机 一二十部 电脑十一台 谭飞和他的同伙 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抓捕的 线索来源是居民的举报 所以 有些居民 他就给我们反应 这些年轻人到里面去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们有时候把窗帘拉开之后 可能看见他们 几个年轻人 像网吧一样 在里面上网 打电话 甚至吃泡面 吃零食 因为他们的话说 这都不像是搞正经事的人 警方在居民楼的周围 进行了蹲手摸牌 核实了这条线索的真实性之后 开始了抓捕 通过随后的审讯 和对证据的提取 只将警方认定 这是一起典型的 茶叶女士诈骗团伙 在嫌疑人的电脑和手机里 警察发现了大量的 聊天软件账号和聊天记录 每一个聊天软件账号上的用户头像 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 据谭妃交代 这些茶叶姑娘的微信号 都是有专人负责运营的 他们每天都更新生活状态 有时是茶叶姑娘在茶园忙碌 有时是他们在参加宴会 而每一个账号 甚至要发购半年的相关生活状态 这样才能打造成为 实施诈骗活动的工具 然后出售 至于这些姑娘到底是谁 她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找人拍的吧 反正当时给我的时候 那个U盘里面就 这些东西都是成套的 她当时跟我说了 一个价是5000块钱 就是这个素材 谭妃告诉警方 每一个茶叶姑娘的微信号码 都是她花5000块钱买来的 成套的内容分为几大类 比如茶参 生活 工作和美食 外公炒茶 自己炒茶 采茶 健身 朋友的婚礼 狗狗等等 叫妹妹泡茶 阿鹿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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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您刚才炒不醉了吗 对对对 打扫卫生啦 你刚刚打扫的都可以 嗯 这老了 我腿花得很白了 基本上能够做这一行的 都是有人引进的 前期都是有人带你的 最开始给我们看素材的时候 我就第一感觉就是 这不就是骗人的吗 后面我过来我去百度过 然后百度上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出现了 谭飞说 据他所知 负责运营这些微信账号的人 是找了一批专门的模特 按照茶叶姑娘的身份和脚本 拍摄了相关的视频和照片 来丰富微信朋友圈里的生活状态 也就是说 这些茶叶姑娘和他们展现的所谓田园生活 这一切都是摆拍出来的假象 那谭飞是怎么干上的这一行呢 他说大学毕业后 他在一家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没多久谭飞就发现 这家公司是在从事电信诈骗 开始他也觉得这样做不对 想辞职 但是没有经受住高收入的诱惑 再后来为了谋取更高的非法收入 他就自己做起了老板 资金我们查了以后 这个收入半年的时间 大概有三十万左右 警方核实了他的收益 的确是越做越大 可谭飞说他这个创业是失败的 他压根没有这么多的收入 这些员工的工资啊 也就是说这些 实时账变的一些人员 他们的工资水平是非常低的 他的仅仅是一千五百元 然后他的这个如果说 你有全勤奖 你如果说这个全勤 那么你有一千块钱 这就两千五百块钱 在调查谭飞的个人账户时 警方也发现 谭飞本人确实没有大额的存款 甚至还有很多的贷款记录 怎么说呢 开始有点支撑不下去了吧 这就奇怪了 骗来的钱都哪儿去了呢 当警察问到这一点 谭飞闪烁其词 只将警方调查 谭飞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大额消费的记录 但是每月都会有一项支出的数目 显得非常的刺眼和可疑 他还有一大笔支出 这个一大笔支出 是占他支出至少是60%以上的支出 在账上反映的是广告费 转粉买粉的钱 转粉买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事诈骗活动 还需要支付广告费 这些钱究竟给了谁呢 那么针对这笔支出 我们在询问这个谭莫的时候 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交代 侦办的警察感觉到 这些可疑支出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更大的案件 既然谭飞不说 警方就从诈骗团伙的 其他成员入手展开调查 员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这个老板谭莫 每个月大概在13 14号这个样子 会给他们把他们工作用的手机 全部回收 把里面所骗的钱 都转到老板自己的账户里面 同时他把微信里面的一些好友 又重新加到大概400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些微信好友加满之后 重新分发给员工 让他们去进行诈骗也好 销售也好 从在周而复时的来重复这个过程 细致核对警方发现 每个月的这项费用转出去的时间 跟谭飞回收员工手机的时间 非常接近 警方判断 这项支出很可能就与 员工手机使用的软件有关 顺藤摸瓜 隐私泄露源头浮出水面 书以万计的公民个人信息 如何成了骗子们利用的工具 好像很多人都会用物件能去找民孩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就是电信网络诈骗 敲销勒索犯罪等等 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源头 纷繁复杂的网络 个人信息如何保诺 拆穿茶叶姑娘骗局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他基于案件事实的一些压力 给我们讲 这个他就说出了买粉的这个事实 什么是买粉 简而言之来说 就是买卖公民微信号 看到警察已经查到了这一步 谭飞最终交代 以他们自己的精力和人力 是无法在短时间内 加上大量的陌生好友 作为聊天对象来实施诈骗的 所以他们要从特殊的渠道 大批量的购买 谭飞说他每隔半个月 就要集中购买一批好友 二美成功添加一名好友 他就需要给对方支付十块钱的报酬 就拿一个手机上面 四百个人来说的话 就引这样的人 引四百个微信号进来 要花四百 四百乘以一十一 最高 我拿最高的时候是四百乘以一十一 就一个手机里面 那再加上其他人 比方说再乘一个十 十个人 这样就是纯广告的费用一个周期 谭飞告诉警察 诈骗的聊天话术 都是按十五天一个周期进行编排的 如果超过了十五天 诈骗对象还没有付款 那么他们就会主动放弃这个诈骗对象 然后再去购买一批来充实 谭飞说 几乎每一个实施电信诈骗的团伙 最初都是要购买诈骗对象的相关信息 只是他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笔费用太高了 他不但没赚到钱 还赔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三四万 四万左右吧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这些上面的财值 大概在多少 一月就不止三四万了 一个月的话要乘以二 你是一个周期三四万 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后面是有贷款 限得太深了 因为你要偿还债务 然后你要发工资 这些都是不能欠的 警方调查 谭飞购买聊天好友的数量 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个 花费了十八万余元 也就是说 案件存在大规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 只将警方决定 对案件背后的利益链条 展开进一步调查 谭飞告诉警察 在他们这一行 有相对固定的几个聊天群 他可以从这些聊天群中 获得一些购买的渠道 购买时会提出自己需要的资源和条件 比方说年龄 年龄的话 一般选择就是 25岁到40岁之间 最好是这样 然后性别的话 基本上是男性 地区的话 一般偏南方 大部分人 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话 相对来说 经济比较独立一点 然后南方的话 又是茶叶 南方人可能喝茶多一点 谭飞说 每次交易之前 他只需要通过网络 跟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 然后将需要 加好友的微信账号 发给对方即可 他要先付给对方一半的电金 然后对方会给他 发一个小程序 他通过这个小程序 随时可以看到 自己提供了那个微信号码 加了多少好友 以此来作为结算的凭据 他说这些新添加好友的活跃程度 是有差别的 而这个活跃程度 直接关系到 后期诈骗行动的成功率 谭飞说 自己最后之所以做的 入不敷出 就是购买的这些聊天好友 活跃程度不高 没有骗到更多的钱 活跃程度就是指 在聊天的时候 这400个人当中 有多少人在跟你聊 每天有多少人在跟你聊天 拿这个来衡量 包括到后面 就是开出来的业绩 我们当时质量好的 应该是在150个左右 在跟你聊 到最后跟你买的人 可能也就那么十几个 在不停地购买过程中 一个网名叫做 兵临城下的卖家 是他联系最多的 这个网名 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身份 住址 姓名 这些信息一无所知 首先我们那个专案组 就从唐某 与他上线的交易的银行卡 交易记录 左手进行一个查询 我们在查询的过程中 我们迅速锁定了一个 叫彭某的人 这个彭某人在湖南 于是直江警方立即赶到了湖南 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 发现这个彭某 第一这个彭某是一个年纪 是一个年达六十余的老汉 更重要的是他在几个月前 他在一个身份证给弄丢了 对于这一点警方也没有过多的失望 其实他们也想到了 嫌疑人不太可能用真实的身份信息 来进行交易 隐藏在这个彭某背后的真正卖家 又该如何查起呢 警方首先想到了根据所谓的广告费的最终去向 发现这个钱到了这个账户以后 马上就转到一个姓贾的男子 这个账户上去了 我们通过那个唐某 他的微信好友 也就是他的上线 发现了这个好友的一个网名 姓贾 还有一个彬字 那么我们根据这两个方面 从而就确定了 这个彭某的实际使用人 就是这个贾某 贾红斌 湖南人 通过进一步查询 警方发现贾红斌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 目前经营了一家 以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在掌握了他确实涉案的证据以后 我们在他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抓捕 在证据面前 贾红斌很快承认了 他与谭飞等人进行过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行为 警方了解到 贾红斌在大学毕业后 进入了一家所谓的电子商务公司 贾红斌告诉警察 他当时在那家公司负责购买广告流量 然后上班期间的话是 接触到了这个东西 就是涉及到微信用户的一个转慢 贾红斌说 在那家公司里想要推销出产品 就必须首先寻找潜在的消费客户 而这些潜在的客户就是由贾红斌 这个所谓的广告业务员去发展广告流量 说白了 所谓的发展广告流量就是购买公民的个人信息 贾红斌说 后来他意识到了这项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 考虑到风险就辞了职 这个项目就是 也是不断地熟悉流量这款行业 我们就要流量这个行业 然后的话就说 也慢慢地知道了一些 就是说有的 就是如果说流量获取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流量可能就是属于不合法的一个流量 辞职之后 贾红斌开了一家线上培训的公司 但是营业情况并不理想 因为他之前曾经做过所谓的流量行业 也就是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事 而且业绩还不错 所以还是不断有人找他联系这事 渐渐地他又动了心思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同类的公司 那后面我就说 我就是慢慢知道怎么去从哪里买了 然后的话就说出商家买 然后再买给下价 蒋红斌觉得自己只是倒买倒卖来赚取差价 没有直接获取 没有直接使用 应该很难被查到 所以他就又开始做起了所谓的流量老本行 蒋红斌说 他购买公民个人网络账号的价格 在每条6元到9元不等 他会每条加2到4元钱再卖出去 而他从一个姓童的人那里购买的数量最多 他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感觉到这个人并不是个中间商 而是有能力直接获取大量的个人网络账号的人 那么这个童某又是谁 他如何获取到大量的个人信息呢 除了蒋红斌 跟童某进行过非法交易的人 还有哪些呢 根据蒋红斌提供的交易账号 只将警方找到了童某的相关信息 童宁乐目前人在福建 是这样的啊 我们现在啊 因为调查器案件啊 现在传唤你到那个信邻派出所 接受调查 你的手机在哪里 对 还需要拿什么 来 给我 你几个手机 你不过 先过来 先过来 电脑有没有 没有 这样我也说啊 兄弟 好 先配合我们 好不好 好 有事过去再说 在童宁乐的手机里 侦办警察找到了一些 尚未被其清除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 都是关于买卖公民个人网络账号信息的 我来 我来 童某给我们交代了 他在毕业之后也是说就业无门 也嫌觉得自己的 眼睛手机的一个想法 在无意间他发现了这么一个商机 他这个是在偶然一次一个网上的一个上网的过程中 他发现有这么个软件 能做出现在商业需要的一些这样 微信号啊 客源之类的东西 童宁乐说 在这款软件上 他可以设定目标对象的性别和所在地域等条件 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的将符合条件的网络聊天账号筛选出来 然后 他再向这些符合条件的账号发送添加好友的请求 只要对方同意 这个账号就会成为他的好友 其实就成了他贩卖的商品了 比如说附近能力就是打开附近能 然后别人看着你 他会跟你打招呼 然后你同意了他就通过了嘛 就相当于别人添加你嘛 据童宁乐交代 他是从2017年开始做这个生意的 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微信添加附近的人 作为聊天好友 尤其是一些男性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 他添加了很多的好友 获得了很多微信号码信息 这是他的第一笔资源积累 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微信也没怎么 好像很多人都会用附近能去找你孩子嘛 你只要打开附近能 然后你那个不管说你包装女生还是什么 你只要不是男的 就是会有男的主动 那不是男的主动 后来他又借助其他软件的辅助 开始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广告 做起了贩卖公民个人微信号码的生意 他说至于通过他购买个人信息的买家 买来这些信息具体是做什么用 他没有想过 而警方认为 童宁乐等人对这些公民信息的最终用途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过来的那个用户都有潜在变现的一个可能 然后的话就是下家会用各种方式 可能有的是正规的方式 有的是违法的方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就是电信网络诈骗 敲销勒索犯罪 等等 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源头 公民个人信息一旦经过程程贩卖 流入到敲销勒索 电信诈骗盗窃等等 不发人员手中之后 就极容易侵犯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社会影响很恶劣 2019年12月16日 浙江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项罪名 判处谭非 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两万五千元 而包括贾鸿斌和佟宁乐 在内的其他五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已经被浙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通信通讯联系方式 住址账号 财产状况 行踪轨迹等 其中也包括我们的 现在使用最多的微信号QQ号 我们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法律法规 来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 同时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有防范的意识 例如 不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 不随意扫码 加入一些目的不明的聊天群等 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不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阳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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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